存了多少钱比赚了多少钱还要来得更加重要 领到了年终存股族应该要买什么好呢 高殖利率股还有高股息的ETF各有什么优缺点 今天陈昆然分析师要教你聪明的战略新法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二炒店 股市二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世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都很喜欢的分析师 陈昆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 世伟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大人哥八年中了 好这个大家每次到了岁末年中的时候 最开心的就是领奖金了 但是要怎么样把奖金存起来呢 如果你没有像长荣有40个月的年终可以领的话 那你一定要看大人哥今天带给大家的专题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题的部分 今天要告诉大家如何聪明的陈昆仁 高殖利率股还有高股息ETF 到底哪一个好呢 今天人哥要公开作战新法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台股呢 今天台积电拉尾盘由黑翻红 一瞬间收复了万八 而最后封关的行情会是多空交战吗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呢在一开盘呢 直接下跌超过了200点 但是呢幸好逢低买盘介入 包含了台积电联发科等大型的电子全职股 都是由黑翻红 最终呢甚至在尾盘的时候一度冲上万八 来到了一万八千零四点了 最后呢在全职股的助攻之下 今天呢台股是由黑翻红开低走高的 台股今天最终上涨了89点 涨幅是0.5% 收在了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九点 只可惜呢最后没有收复万八 但是看到的是呢 今天呢季限是失而复得的 成交量则是减少到了两千六百三十四亿 上个礼拜五呢 还有三千亿的成交量 今天呢则是价涨量缩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也是上涨的 贵买呢今天涨幅是0.24% 成交量则是598亿 好看到这边呢要请教一下仁哥了 仁哥今天呢 我们看到不管是家群或者是贵买 都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 这会不会在农历年封关之前是个好消息 代表说台股呢一直跌 但是有人真的看好 有一些个股呢是价值浮现股 即将即使在年后 也会有非常棒的好表现 所以逢低赶快来抢劲 货真价值的看好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的 因为其实在上个星期我们经历过一个 像是内忧外患 因为美股也在震荡 那我们自己国内的台股也在震荡 那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 今年的内支主力的相关的资金测的比往年都还来更快 真的 跑得快就对了 对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短线上面的资金 撤离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也带来短线上面的一个超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的加权指数 也破了月线 甚至是回撤季线了 然后呢贵买指数的话 甚至是已经率先去跌破了季线 可是这些都是代表的是一个超跌的过程 因为其实今年的行情或者今年的景气走的是一个复苏的过程 那今年的投资价值依然浮现 今年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趋势成长股 那获利都比2021年来的更高更好 那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其实在挫杀之后反而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买点 所以短线上面资金撤离之后呢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逢低愿意去做进场买盘的进场 来去做进场 那这些资金的话都很有机会去做报股过年 做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操作的部位了 好 那请教一下仁哥 因为今天在盘中非常亮眼的除了有电子群质股之外 另外我们要看到是矽金元了 包含的像是台胜科中美金跟合金都是上涨的哦 而且呢他们表现的这么好 是不是代表矽金元也是一个很值得注目的群类股 那另外呢还有哪一些类股 在最后呢台股剩下这两天的交易日 或者是过完年回来都是可以值得大家留意的 好这两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一起来回答 好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觉得要是哦真的满地都是黄金 这都是很多很多投资价值浮现出来的公司跟个股 那比方说像半导体像金元代工 今年依然产能满载 今年依然抢晶片抢产能 今年依然功不应求 所以在这样状况来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像台积电啊连电啊这些相关个股 都是具有投资价值的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你如果买台积电连电是比较没有资金效益 那你不妨去买进他们的受惠股 所以像看今天的话像基金 锡金元台胜科也好啦 然后中美金环球金这些相关的个股都好啦 像合金都是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哦 有一些逢低的买盘去做进场介入 那也都代表的是说 其实愿意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价值投资 然后报一个波段操作的一些资金 都在这个时候去做进场了 所以半导体依然看好 然后甚至像是因为半导体而受惠的IC设计也依然看好 然后呢车用的话 我觉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都会在今年回到了一个叫做投资价值浮现的过程之中 错杀之后带来更低更好的买点去做介入 好的 这个时候呢对台股还不离不弃 那就真的是看好了 所以呢以上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接下来来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 今天三大法人呢合计是卖超了14亿 外资买超3亿 投信则是买超29亿 来看到外资买些什么 外资今天买了华航 星光金 长荣行 长荣以及伟畅 卖了友达 群创 联电 中钢 以及元大金 另外来看到投信呢 则是买了开发金 群创 仁宝 强帽跟友达 卖了长荣行 华航 长荣跟阳明 还有国泰金 今天投信呢 卖的几乎也都是全职股的部分 好以上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看到的是到底高值利率股比较好 还是高股息ETF比较好呢 大人哥告诉你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好来看到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请大家要记得聪明存年中哦 但是高值利率股跟高股息ETF到底该怎么选呢 陈坤仁分析师告诉你 有请大人哥 好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哦 不是帮大家做标股 那我相信应该是大家理人年中之后呢 应该会是配置一些资金 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啦 或者像稳定配息的啊 或者像些具有一些 长期间你可以做存股的这样子一个资金的部位 然后不管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帮你的小朋友 然后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资金的一个配置的部位 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应该大家蛮想说 怎么有这么多的高股息ETF啊 然后甚至说这个时间点 哇看到好多好多的高质率股票哦 那到底该选高质率股票好呢 还是说选所谓的高股息ETF比较好 那一些利弊 还有一些操作的一些策略 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 好 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到第一张哦 是高股息ETF最近两年的年化报酬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哦 是这个数字都是千真万确的哦 那我们现在目前只举例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相关的ETF 分别是元大台湾高息迪波 还有就是那个老字号老品牌的0056 是元大高股息 那另外的话富华还有国泰跟富邦 也都有出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那如果我们来看最近这两年 因为我们直接把时间拉长到2020年的1月 到现在目前最新的为止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ETF 那个绩效我觉得还蛮亮丽的 那如果一个像我们现在定存好了 就1%已经算超多的 可是呢元大的台湾高息低波 竟然可以在这两年的时间 它的报酬率可以达到四成的这样的水准 然后呢其他的个股来说的话 也都有大概接近两成左右的水准 所以这个年化报酬率这两年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亮丽的部分 那探究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他们有稳定的配息之外呢 还有就是因为这些相关持股的一个往上涨的过程 所以最近这两年的多头行情 让高股息ETF他赚了差价 也赚了股息的这样的收入 好 没有想到第一名居然会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的部分 所以呢其实跟大家呢所想的不太一样 第一名呢是元大的台湾高息低波 是的 抱歉0056才是元台湾高股息 好下一张呢我们来看到的则是 但是ETF也有要留意的缺点哦 好那因为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一个亮丽的绩效 可是呢如果你在最近这半年才买进元大高股息0056的投资朋友们的话 你可能觉得有点闷闷的 那原因是因为其实去年的6月啊 大家发现说哎怎么0056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想很坦白哦 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竟然把长榮 友达群创这些成分股 纳入到他的ETF的成分股 而且持股的比重竟然是超高的 那大家想说明明那个货柜三雄在崩盘啊 那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把长榮纳进来呢 然后当时他的说法是说 那个他们都有一个预估的模型 就是预估未来的长榮 会是一个高值利率的股票 所以把长榮列进来当作是 所谓的那个持股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也带来了他最近这半年的绩效 虽然我们看到他那个出息之后 很快的去走一个填息的过程 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去年的7月 到现在目前最新的这个股价的表现为止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哦 你还没有那个获利到去年的7月的买进那个水准 你如果还原全息的话 目前还是小亏的这样一个边缘 那那真的是因为他买了长榮 跟买了友达的关系 所以让他这个时间点的股价表现 其实是比较不如预期的 所以他虽然是老字号 你还是要留意他的选股配置跟比重 非常的重要 因为会影响到他的股价跟获利的表现 是 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时间点 有一些高股息的那个ETF 都已经在市场上面去做交易了 那可是如果当你在买进任何一档 高股息的ETF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照他的一个操作的原则 所以在这时间点来说的话 如果你去选择原大高股息0056 你就要买长榮 你就要买友达 那当然这时间点买的话 其实应该叫做是投资价值浮现了 只是去年的那个经验来说的话 我相信让一些投资朋友觉得怪怪的 所以这是在所谓选高股息ETF的时候 你必须要认分的 就是说我既然买了你 你怎么操作 我就只能认你来去做操作 那你的绩效好坏 我就必须要去做承担了 好的了解 那另外来看到的是高值利率股的部分 有请仁哥来帮我们分析有缺点了 好的那因为其实如果就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台股真的是一个 投资价值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市场哦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时间点哦 有好多好多的公司个股的殖利率 都是一个高值利率的状态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就是具有成长性的个股 或者一些那个常常稳定配息的个股 然后作为一个高值利率股的一个存股 好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在今年依然还是走一个多头年 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还有好多的股票 虽然好像指数在一个相对高档的地方 可是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个股啊 依然还是投资价值浮现的 那举例来说2886的兆锋金 他几乎算是一个老字号的存股的品牌 哦大家很爱他 尤其他有观股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 那如果以他去年的获利的水准来看的话 他其实去年的EPS高达了1.89元 那如果以他的一个配息 股息的殖利率来说的话 竟然还高达了4.5%的这样一个水准 然后呢甚至呢去年的8月 他除息之后哦 你不断赚到了息 你还赚到了一个大波段 高达了25%的这样子一个高价差的 大波段的水准 那原因是因为其实去年的金控股 他们受汇到了景气复苏 还有是今年的一个 有机会走一样一个升级的趋势 那他的今年有机会去做续创高 所以去年配了很棒的一个股息 然后去年的话股价表现也非常棒 所以你不但是赚进了股息 然后还可以赚到了差价 那今年他的获利有机会在做创高的时候啊 他的股息殖利率也可以维持在一个 不错这样一个水准 所以这是高股息殖利率的股票 所带来的一个优点的部分 好那不只是赵丰金的 我们看到下面一档是文业 好那文业的话是半导体通路的 我们国内的第二大的大厂 那因为他最近的行情来说的话 受惠到5G来受惠到AI 甚至像是那个半导体的一个应用的趋势的发展 他数位转型的一个加速 所以其实去年的文业其实获利很稳健 那今年的话甚至有机会上看获利一个股本 获利10块钱 然后呢其实在去年的文业 他一除息的时候啊 除3块2 那几乎是秒田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不但如此 会发现说 怎么最近的文业突然变成了 另外一档的标股出现了 有看到他除息完之后 还标了整整一大段 对那最近的行情的话 其实那个因为他的一个所谓的基本面依然成长 然后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第一大的龙头是3702的大连大 然后想要去对文业去做并购 那那个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最近看起来 似乎又有这样子一个讯息出现了 那这时间点的话 如果你去查一下文业的持股状况的话 其实大连大已经偷偷吃了超过两成的持股 所以带来他的文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文业它是具有那个投资价值 具有所谓的殖利率的部分的 然后甚至是说短线上面的文业 竟然也带来了一波这样子一个急涨 超过两成的空间 所以你在买一些稳定的公司 就是趋势稳健 然后获利稳健 恒常性配息的公司 那这些公司的话 你可以领到稳定的配息 然后呢一不小心 然后在多头行情 或者是一个题材面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啊 他们还会变成一个标股 所以这个是在你买进高股息ETF 是比较难去做发生的 因为高股息ETF 它已经分散了很多的股票了 可是如果当你买进这种 所谓的高殖利率股的时候啊 你稳定的赚股息之外 你有时候还可以赚到所谓的价差 好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是殖利率高就好 还是要看到它的基本面呢 有请文人哥 好那因为其实思维帮大家提到一个重点 所以这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再次再次的再叮你 因为比方说你会发现说 有些殖利率可以高达十几% 那个超棒的 但是呢不要看到这个高股息 或者说高殖利率 就觉得这张股票很好很好很棒很棒 那请大家用这个例子来就做代表 其实去年的恒大 就是我们现在戴的口罩股的恒大 那因为它其实去年的获利哦 有到21块钱的EPS 是 然后可是呢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在2020年的时候EPS是23块 可是2021年的时候啊 它的获利是大幅的衰退的 因为大家都有口罩啦 没错啊 刚买的都买了 而且口罩它没有 就是它不是那么快用完的消耗品 而且它的项目钱的话 是国内的产能是丰盛丰盛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已经没有那种所谓的高价的口罩了 那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会带来它的一个 口罩的产能是过剩的 甚或是说现在目前的一个营收来说 它是一个衰退的 所以它用它的2020年的获利 去配了12块的现金股利出来 可是呢 当它配出这个现金股利12块出来的时候 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那个圈圈 它是要跳空往下的时候 它是除息了12块 所以你领到了12块的现金的股利 但是后面的股价跌了30块 也就表示说你赚了12块的股息 可是你赔了30块的差价 那这个时间点来说的时候啊 也就表示说 其实它是一档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而且它的获利 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好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恒大 会变成是说 它长期会走一个比较 偏向于衰退获利的这样状态 所以就算它的配息再好 你也必须要配合着公司的 基本面的一个成长 或者是说 它也要能够是一个恒常性 可以配出来 稳定配息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才可以找到真正值得你去做投资 或许它的殖利率只有4% 可是呢 不要觉得高殖利率 就让你有一个有利可图之类的 那它很有可能是 哎 殖利率配完之后 可是却让你一个赔到一个 蛮大破端的差价的一个状况 是好 所以呢人哥也要教大家一个 很聪明的操作星巴 请大家赶快的学起来咯 我们看到的是 借着高股息的ETF 去选出其中的高值率率股 好 那因为其实那个高股息的ETF 他们啊 或者说我们的ETF的公司 他们必须要 每个月都去公告它的持股 所以说呢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 就是非常强大的团队 也就是团队 他们去筛选出来一些公司跟个股 所以你可以透过那个高股息的ETF 他们的一些绩效 然后呢 这个表达说像是原大台湾高息低波 它的绩效是不错的 就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名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 它的项目前公告出来一个持股的水准 那甚至是说你可以把一些 那个高股息的ETF 通过把它排排排排出来 然后呢想说 他也有 你也有 我也有 然后那就干脆一起把它买进来 选出大家那个集合的 大家都看好的 那一定就是真的很棒的集合股 是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真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 去研究一档公司一档持股 那所以既然大家都选到了 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时间点 有一个高的持股的部位了 那就表示说 哎他真的看好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高股息的股票 然后呢这些股票的话 也会是让你在选股的过程之中的话 可以当做是你一个存股 很不错的这个选股的方向了 OK好 那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到的呢 则是高指利率股 大人哥帮大家精选出来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在这三档 或者说在这五档的ETF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还蛮多的一些 重复性跟重叠性的 那比方说从金控股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了蛮多的ETF 他们都选择了这几家公司 包含的是2881的富邦金 然后呢2882的国泰金 还有的话呢就是照风金和中信金 那原因的话真的是因为富邦金 和国泰金真的是具有所谓的 长期的投资价值 金控双雄 是因为他们的获利都可以在10块以上 那为什么会这么棒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以受险为主体 那受险的话 他的好处是因为他在所谓的 景气复苏的过程之中 那他们一些受险的资金的操作部位 是相当灵活的 然后绩效是非常好的 所以可以让那个富邦金跟国泰金 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稳健成长的 那另外的话呢 赵峰金他其实也有非常就是那个 非常棒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角色 然后甚至像是中信金 也会有一些 因为他是民营的 民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金控机构 所以在这样状况来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金控股 这四档几乎叫做是一个首选 的一个高值率的个股的部分 那电子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帮大家精选了四档的个股 分别是华硕 然后这话是联永跟光宝科跟仁保 那这几档个股的话 其实也都有非常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因为他们都是产业的龙头 那比方说像是华硕 我这个要给大家秀一下我的notebook 如果他们之前 我还想接后面那个什么坚弱盘石 对真的是啊 因为其实华硕的那个notebook 其实我用了好几台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那个因为其实我有两个堂妹 也都在华硕公司去上班 那最近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其实华硕 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棒的品牌 然后呢 他也有对他们的员工非常非常好 那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他每年的一个获利都是非常稳健的 那他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配发出来 很稳定的配息 那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相关的K线 那另外的话 比方像是联永啦 光宝科啦 人保这些都有些像是IC设计的啦 或者像是NB的啦 他们也都是一个非常就是 经营稳健的这个公司的部分 那传产的部分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三档的公司 分别是1216的统一 还有1301的台塑 还有1102的雅尼 都是老字号 是那有人会有可能问说 啊为什么没有选台泥 或者选雅尼呢 其实我觉得都一样 因为那个就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那个所谓的水泥股的景气 已经是一个 实际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其实你选了台泥跟雅尼 你都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配息 那当然那个有时候的绩效 雅尼比较好一点点 有时候的绩效的话 台泥比较好一点点 这倒没有那个 没有谁一定好的一个状况 那台塑就是国内的塑化龙头 所以这就无庸置疑的 那至于的话统一的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那个你可以想的到的 那个拉面啦 然后饼干啦 饮料啦 通常都有它的一个色彩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统一它的一个获利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像电信股的部分 其实在中华电信跟台湾大 也都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相关的 电信双雄两大 对啊 因为其实那个高股息的ETF 这些相关来说的话 其实配置这些股票 都是现在这时间点 你可以看得到 几乎你也有 我也有 他也有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相关个股的话 都是大家可以去做选股的方向 那如果你不想要选择所谓的ETF 你想要从股票里面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找进 那个买到说 你又可以赚到股息 然后可以赚到差价的 我觉得这些个股的话都蛮有机会的 好 五五人哥 暗暗爆名牌 开玩笑的 我们从这四个族群当中呢 一档一档的来看啊 首先我们先看到代表性的金融股 就是富邦金了 好 那富邦金的话 我们刚刚有前面有说到的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富邦金他的获利啊 是稳健的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富邦金他其实刚公布他的获利 因为其实去年的富邦金的获利的话 是可以高达10块钱 是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因为其实今年的获利 应该说从去年的获利来看 今年的配息的话 很有机会可以配发到 5块钱的现金股息 那当然是以公司公告为准 那如果以今年的现金股息 可以到5块来说的话 换算起来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那个股价 这个股价值利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哦 他的股价值利率 有接近大概6%左右的水准 所以即使是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的富邦金已经从30几块 40几块一路飙到了七八十块 可是就算飙了这么一大段的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依然具有殖利率 依然具有投资价值 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要从所谓的选股的方式去 操作这个所谓的高现金殖利率的个股的一个存股的部分了 好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坚弱版时的华硕 好那我华硕的话 其实这个圈圈的地方的话也刚好是他的一个配息的部分 对那华硕他去年配了26块的现金股息 哇他很快就填息 而且还飙上去 是的那他不但有他的填息 那他的股息值利率有高达7%左右 而且呢如果我们看他去年的那个出息完毕之后的300 300出头嘛 那如果以前波的高点到380的话 其实华硕也曾经有一波大概20%的这样一个波段的涨幅 那这个波段涨幅是不用花一年的时间 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到的那个高股息的ETF 最近这两年的有10%就是年化的报酬率 可是呢如果你真的选对一档好的股票的话 你很有可能有机会在半年 你就送你20%这样一个波段涨幅 所以如果要是我自己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情愿会选择所谓的个股 就是用那个风低去做承接 然后用一个波段操作的方式 去选择高值利率的股票的操作的部分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岛呢 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统一 好那统一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不管你喝饮料然后吃零食 你就都可以想到统一 还有看中华职棒统一师 是的我支持了球队 我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台南在地人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统一它的配息也都是恒常性非常稳定的 那如果以去年的配息的话是2.7元来看的话 它的股息率率也有高达5% 那当然这时间点来说的话 好像看起来还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去做天息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间点 它就突然就一跟上去 然后它就会让你赚进这样子一个填息 这样一个过程 好 这就是所谓的存股 或者说存现金 高高现金值利率的股票的好处了 好下一档呢则是老字号中华电信 好我想这个如果我再多说的话 大家会觉得当然跟你太混了 还把中华电信拿来他出来讲 因为他每年就是配4块多啊 然后他只要只要每次他配完息之后呢 他就快速去做填息 那他殖利率就是有4%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种那个老字号老品牌 恒常性配息 具有独占寡占这种公司的话 其实都是都是很棒很棒的公司了 OK以上呢 接下来最后呢 大人该来帮大家做一些交易的提醒了 这些观念方式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一直隐含着一些相关的操作的理念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啊 也再次跟大家提醒就是你在所谓的存股族 你要选择股票的时候 你可以从高股息的ETF的那个族群里面去找股票 那因为他们都有帮你找到很很棒的一些 那个所谓的存股的一些公司跟个股 那这些公司跟个股 他们通常的隐含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他们会有长期配息稳定的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呢第二个他会是一个该产业技术领先 具指标性意义 甚至是寡占性的产业 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是电信 或者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像是华硕的这个品质 是坚弱盘石的 那另外的话呢 要是非常趋势明确成长的 你不要说去年获利很棒 就今年不但没赚钱 结果还变变亏损 结果你配到的息 啊结果你赔了差价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对然后另外的话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真的有所谓的填息 才是赚到你的股息的殖利率的部分 所以如果当我们在操作 存股族的操作来说的时候啊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一次压好压满 因为呢行情是波动的 那因为毕竟一档公司 一档个股它的短线的部分来说 是不可控的 我老实说的 可是如果我们用所谓的分批进场 然后用分散风险的方式 那我们用平均价格的 甚至是保有所谓的加码资金的 因为其实今年的行情 预计来说的话 也会是一个非常震荡的行情 可是震荡有震荡的好处 因为震荡或者挫杀的过程之中的话 反而会带来你一个超跌的一个好买点 所以你可以捞到很低的股票 那你必须要保有加码的资金 所以当我们领到年终的时候啊 你可以把你的资金分散成 几次的一个进场的部位 那你不要再领完一次之后 就把它全部一次压进去 因为很有可能套在短线上面高点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有所谓的短线涨幅过大的时候 你也可以拿部分的那个获利的部位 拿出来那个 转到另外一档的一个存股上面去 或者是说你再拿出来当作是一个 分批进场布局的这样一个 去赚长期价差 跟长期配息的这样一个很棒的观念 因为毕竟 如果这些所谓的很稳定的股票 他们在短线上面有 20%的涨幅的话 他很有可能在那边说高涨震荡之后 会下杀一段 或者在那边震荡一段 那你不妨把它封高获利部分了结 然后去找一档逢低去做布局的个股 再去做切入 那如果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你就觉得认同认同认同 没时间我真的很忙 对啊但是就是很忙嘛 那你就去找一档 真的是长期绩效稳定的高股息的ETF 那买个两档也可以 你也是一样 你把资金分散在两档ETF上面 然后呢去做长时间的定期定额的买进 那无论是你自己的存股 或者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你帮小朋友去做存股息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也都是非常稳健的操作的一个部分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陈坤仁分析是带来的很精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大人哥的话 在萤幕上面我们有大人哥的Liat跟Teragram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大人哥除了会教你如何选择高值率率股 以及高股息的ETF 当然人哥最强的强项就是他的电子股的部分了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请教大人哥 而如果你喜欢股市的炒店的话 股市的炒店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咯 我们也非常谢谢人哥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